而张先生特殊的家庭情况也让医生们感觉到了压力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对西医的血液进行清洗 那个过程并不顺利 第一次做的时候都管 因为血液很粘稠 这么管没办法运行的 所以我们就继续再补业 扩容情况下 做了2000毫升的血浆之换之后 发现血浆出来就像猪油一样的颜色 白的颜色 这些白色的液体正是心仪血管里的脂肪 您知道从心仪的这个血液里头 一共清洗出多少脂肪吗 说实了恐怕您都不敢相信 三天下来 心仪全身血液在 白色脂肪多达8000毫升 虽然很惊人 但是好在最终对心仪血液的清洗 还是成功了 三天之后 心仪的血液不再是高浓度的粉色了 而趋于正常 人也逐渐清醒过来了 而当心仪得知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之后 她也感到特别震惊 一直以来心仪都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一样 体内流的鲜红着血 她怎么都没想到 不知不觉当中 自己的血竟然早已经变成颜色 成粉颜色的 而这个脂肪含量还那么高 洗了那么多遍才洗干净 面对这段生死经历 她整个人都吓坏了 她主要是最担心的是疾病这一块 所以就她就觉得这个病很可怕 可怕到她认为觉得会随时随地 就会有细腻的担忧 看到心仪这么恐慌 医生就赶紧安慰她 虽然这场病来的确实是凶险 但其实也并不像她想的那么可怕 事实上如果她之前能够及时注意的话 病情原本不会恶化到这个地步 那么心仪才17岁 怎么就得了糖尿病呢 她的病情又是怎么一步步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事后经过了解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说有遗传遗感性 就爸爸妈妈那边本身就有这个病死 那么你就比别人要容易得 原来心仪的母亲患有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 有糖尿病家族遗传史 而心仪患上的一型糖尿病 常见病因之一 就是遗传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有家族病史 就一定得糖尿病 也不见得 心仪之所以小小年纪就发病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呢就是社会因素里面的包括饮辞 因为妻子患病 张先生平时一个人在外打拼 忙得根本过不上家 心仪的一日三餐呢 基本上都是在外头解决或者是点外卖 都是那种比较油比较辣的食物 而且可乐也喝的特别频繁 就这样 糖尿病家族遗传史 再加上长期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 才让心仪在花一样的年纪就患上了糖尿病 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了解到 其实早在一年前 心仪就已经出现了糖尿病三多一少 也就是多饮多尿多食 体重下降 这个是典型的症状 但是因为对糖尿病知识的缺乏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个身体在向他发出信号 喝水喝的多 然后就是所有的饮料 就牛奶什么的都当水一样的喝 就喝到口里 虽然它是甜的 可是你的口就是永远觉得渴的 永远就喝不饱 感觉 而且有时候吃饭就是明明是肚子是感觉很饱的 但是又特别想吃 而张先生呢 因为平时太忙 在家长孩子处在生长发育期 胖了瘦了也都挺正常 所以他就没放在心上 然后呢 家里人呢 对这一块的这个疾病的认识也是不足的 其实医生说呀 在发展成为糖尿病之前 有一个糖尿病前期阶段 如果在这个时候进行有效的干预 是很可能会推迟 或者避免进一步发展成为糖尿病的 然而遗憾的是 新一说他从小到大都没做过体检 就连亡羊补牢的机会他都错过了 所以还是古人那句话 祸患肠肌欲悔 很多时候重病到来之前 我们的身体都会发出信号 只有定期的检查身体 才能够捕捉到这些信号 才有可能抑制 甚至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